如何评价山口百贵这一生 一组珍藏的老照片 见证玄机1984年 随着日本电视剧血液的热播 中国观众知道了一个名字 叫山口百贵的日本女性 她一席学生服 清纯的面容 浅浅的衣服 她的笑容 俏皮可爱的小狗牙 清新脱俗的气质 伴随着那个纯形似水的大道性子 百贵的名字从此深入人心 山口百贵美得清新脱俗 她能够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与她的歌有关 与她的戏有关 与她独特的个人魅力有关 凭借着这份特立独行 才使得百贵成为许多人年轻时的一个梦 山口百贵本人几乎就象征着一个美好年代 她把最辉煌最明亮的自己奉献给了万千歌迷 此才有如此普遍的怀念 这也是百贵人气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 山口百贵十三岁出道 八年的娱乐圈生涯 让她红遍东南亚 谁能想到百贵有这不幸的童年 父亲的冷恶 母亲的坚强 童年的不幸住就了一代女神 百贵对于温馨的家庭与幸福美满的婚姻 比任何同龄的女孩都强烈 山口百贵美丽清纯 自带一股忧郁气质 令人心生怜悯 三浦有何意味之清新 这对金童玉女合作的作品 有一斗的舞女 物之奇 斥得冲击唱的 山口百贵在事业的巅峰期退出一谈 只为了与三浦有何结婚 只因三浦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 正如她所说 之所以退出 是因为在我二十一年的人生当中 第一次遇到了值得我珍惜的人 百贵复复三十八年的牵手相伴 说不复复就复复 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一个神话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复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